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身为校长 这不属于走后门吗 这么好的活给郑向东了 我明白了 你是要检举的 检举便宜的 这人吃了发芽土豆之后 会怎么办 傻子都知道 肯定得中毒啊 不是 那个 男哥 不会吧 你 没必要 这弄不好就得出人命啊 吃个发芽土豆能出什么人命啊 再说现在医疗技术那么发达 不是 你说咱们现在 不是以前了 对吧 你现在什么人不认识啊 你没必要用这招 不是 你从上面找人 鸭鸭子 不也一样啊 关系肯定得用 但是得有个油头 发芽土豆 就是个油头 找到这个油头 我可以往死里整的 那土豆都发芽了 放那谁吃啊 你不会给土豆化好妆啊 不是你是铁了心要弄呗 哥 你这招真是有点太脏了 我一直都挺崇拜你 对我也不错 你说那些都是孩子 我我我我这事 我真真是没 我我我没法忙你 我没法忙你 我没法忙你 我又没让你干 查过人 这些钱给他 我就不信没人干 行 你说的对 反正啊 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 给钱人就干呗 现在咱们结婚了 你继续承包学生餐 也不太合适了 你那边怎么打算 你暂时先送着吧 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吧 让一下啊 让一下 哥们儿 土豆掉了 校长 校长不好了 出事了 什么事慢慢说 好多学生在中午吃过饭后吐了 最先送到医院的学生说是 食物中毒 怎么会这样 快送医院 全部送医院 好 快 好 喂 你好 请问郑夏东在吗 他在 您稍等一下 东哥 东哥 有你电话 来了 学生出现食物中毒了 什么 你马上来深江人民医院 我马上来 来 谢谢啊 大夫大夫 坐这边啊 来 这儿还有一个 好了 来 天阳 天阳 怎么样 急死人了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确定是食物中毒吗 确定 中午吃的土豆有问题 土豆 不可能啊 是你自己去进的货吗 有一个小贩专门来送货 而且送了好几年了 一直没问题 那发没发芽看不出来啊 发没发芽能看不出来吗 正好也在里面 什么 来 马上处理一下 好 你是 但是 我们是孩子的家长 有一个叫正好的 有血有病 不能一起出血 血有病 好 这太危险了 不行 马上就转到血一口 谁啊 哥 我 桃子 来了 快快快 哥 出事了 出什么事啊 这回可真出大事了啊 那些孩子全给送医院去了 我当初什么事 送医院就送医院呗 不是啊 真出现生命危险怎么办 有生命危险 那倒霉的不是正向东吗 要的不就是这小伯伙 哥 反正我这心里边 劳烦提供 我就怕万一露馅了 那咱就完了 没事 向东 千雅 这正好怎么样了现在 好儿相互道出血 医生正在给他抢救呢 这孩子他就怕出血呀 学生们吃了学校的学生餐 是集体食物中毒 你说你死了 你说你这不是害人吗 你这是 不不不不 您别着急 这事也不能完全来向东啊 谁是正好的家属 我我我是 现在情况非常危险 我们一直在给正好收血 但是血一直止不住 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 万一血止不住的话 就不好说了 夏东 你在那愣着干什么 想办法呀 妈好像苏洋手行血 把苏洋叫来 叫去叫去 现在不是书血要紧吗 我们把四孟南也叫过来吧 你干吗去 妈妈我跟他 我打电话去啊 你等他 妈 你说这 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啊 真是的 完了完了 看来是要出事 这姐不过去了这 怎么办 来 喂 四孟南 你现在赶紧去趟人民医院啊 上那干什么去啊 睡什么话 去了不就知道了 你说不说 不说我不去啊 四孟南 你赶紧过来再说 怎么样 我怕他不去 这样 这样 我去找四孟南 你待会儿给苏洋打个电话 拿着 行 去吧 哥 什么事啊 郑向东 让我到 到人民医院去的 那些孩子是不是都去人民医院了 完了 肯定出事了 你看我就说这半天怎么解不过去呢 他肯定知道是咱们干的了 这怎么办啊 哥 你得想一办法呀 这事大了 这是一个大事 咱们肯定露馅了 要是知道是咱们干的 咱就 咱就得进去啊 什么叫进去啊 不能怕点好啊 没事 放心吧 打个电话 好 喂 你好 内卫乎2150 苏洋 胡怡婷 那什么 你赶紧到人民医院去一趟 正好出事了 医院血不够 清雅身体不好不能出血 向东人又找不着 你 你赶紧过去啊 好 你赶紧了 你赶紧了 我赶紧了 你赶紧了 快去吧 你赶紧到我这座位 你赶紧到你了 赶紧就来这座位 关了 四孟楠 四孟楠 你找四孟楠啊 最近很久没看见他在家了 您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不知道 如果您要是看见这个四孟楠回来 你赶紧让他去到人民医院 我那儿找得有急事 我来不及了 我得赶紧走 谢谢您嫂子 不滑了吧 走了 不是 哥 那咱赶紧走吧 一会儿就不是他来敲门了 肯定是警察来敲门了 走什么走啊 往哪儿走 千雅 怎么样了 孩子们都已经脱离危险 我们正在一个个通知家长呢 就是 都是这学生参闹的 如果要承担责任 那就让向东承担 听见没有 妈 妈 苏 苏杨来了 千雅姐 正好怎么样了 千雅说都已经脱离危险了 医生 怎么样了 这两袋血已经说完了 血还是没止住 情况非常温急 但是现在要从中心医院 把血运过来的话 要有段时间可能来不及啊 你看看你们家属 有没有谁的血型跟他相配的 医生 我是欧兴雪 我能给他输血吗 那你跟我去血液室配个血型 好 好吧 好 去 妈 你说正好的身世 要不现在告诉苏杨 先别告诉他呀 那现在还不跟他说合适吗 是啊 妈 你说 都这结果眼了 万一孩子有个好歹的 他 他不得疯了呀 你看这个图纸 这样做就没问题 嗯 好 喂 姐 正想通找你 老师 诶 张力平 知道思慕楠在哪儿吗 不知道啊 你找他有事啊 第三小学的学生食物中毒了 你让思慕楠 赶紧来一趟人民医院 这跟思慕楠有关系吗 你帮我找找吧 让他赶紧来啊 拜托了 行 我知道了 喂 思慕楠 喂 丽萍 我有点事情 协会海南处理一下 这边工程的事情 你就全权负责吧 好吧 诶诶 郑向东这找你呢 说要你去趟人民医院 第三小学学生食物中毒 这事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 中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那郑向东找你干嘛 你又非得在这个时候 离开神江 碰巧了吧 思慕楠 你不会是在报复镇上东获孙千雅吧 张立平 我觉得你想的有点太多了 真的 你就盯紧工程的事 好吧 我这开车呢 先这样 哎 哎呦 真是 哎 苏莹 怎么样了 你还好吧 你赶紧歇会儿 没事没事 你的血正在梳着呢 大夫来了 怎么样 现在呀 学吃止住了 目前呢 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这个孩子情况比较特殊 还需要继续观察一段时间 谢谢你啊 大夫 谢谢 谢谢大夫 苏莹 来来来 你也坐着歇会儿吧 没事儿 阿姨 哎呦 到时候阿姨啊 给你多做点好吃的补一补啊 没事儿 我说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那个 南哥带你去上海玩两天 去上海 不是我 我没跟我们家人说呢 行了 你装什么呀 你都多大了 去哪儿还跟家人说 这 也不是 我这不是 得跟我们家小蜜说 也是吗 你跟小蜜说就跟小蜜说 你跟我装什么说 跟家人说 再说现在什么情况 你看不出 你看不出 不来啊 我知道我知道 南哥 咱 咱就这样跑路了 跑什么路啊 跑路 南哥盖那么大楼盖一半 放在那儿的 他能往哪儿跑 不是 大青 你怎么 怎么留这么个头行 不是 我这不是时髦吗 时什么毛时吗 到上海赶紧剪下去 不 我这头发留多少年了 再说了 我们家小蜜 就是因为我头发看着我的 警察也会因为 你的发型看着你的 小蜜 我现在没剪子 我有剪子 我直接把你那头给剪了我 我剪 哥 妈 出 出来了 出来了 来 浩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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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夫 怎么样 孩子已经脱离危险了 但是需要好好休息 浩儿 是苏杨阿姨的血救了你的命 苏阿姨 谢谢你 正好 好好休息 我们还是早点把孩子送到病房去休息吧 好好好 好 去吧 我跟着去吧 好 慢点 慢点 谢谢你啊 大夫 让您费心了 这里留下一个人看着就行了 行 好 谢谢你啊 谢谢啊 谢谢啊 那个 这向东怎么还不回来呀 这这你 妈您别着急啊 向东去找思孟楠了 他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才回来呀 正好呢 正好怎么样了 这不是脱离危险了 这不送观察室观察去了吗 脱离 怎么就脱离危险了 苏杨来了 给孩子把血给梳上了 苏 苏杨人呢 这不跟孩子去观察室了吗 怎么样 四目男找到了吗 找遍了 到处都找不到人啊 谁是正向东 我 我是 我们是卫生局的 来调查第三小学学生中毒事件 请你和校长孙千雅 跟我们去一趟卫生局 不是 这不 这 大公鸡 窝窝叫 小狗小狗汪汪叫 大公鸡 海秋 你别起来 快坐下吧 正好怎么样了 基本上稳定了 还好没出血 咱妈怎么没回来啊 阿姨有点着急了 血压升高 医生说啊 得留院观察一段时间 祸不单行啊 这向东和千雅 又被卫生局带去调查了 工商公安全都来了 听说还登报了 这事闹得还挺大的 这可怎么办好呀 真是越忙越乱呀 你坐下来 我坐下来 你就别操心了 这是我打个肚子 这可怎么好 你说那么详细干什么 这样吧 怡婷 这段时间啊 你还是以照顾海兄为主 我呢 过来帮帮忙 就这么定了 行吧 那让你费心了 没事 你别担心了啊 没事 啊 没有什么事 就是我一朋友 他那孩子 在这个学校上学 中了毒嘛 所以让我打听打听 对 那行 那你有什么消息 尽快告诉我 好 谢谢啊 哥 这事也太快了 你看看 这都上报了 这上面写着 深江某小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说的就是土豆的事 哥 那 咱们是不是就没事了 你是不是傻呀 这不说得很清楚吗 肯定没事了 不是你这头怎么还不剪了呢 哥 咱都没事了 我这头发还用剪吗 你什么头这是 你看看 跟个鸡窝似的 我这 赶紧剪了去 这不前两年流行啊 前两年流行 这两年不是不流行吗 你赶紧好好剪一个 剪一个跟我这头一样 剪的精神啊 听见没有 快进 好 向东 别着急 都能过去的 我待会儿不值早发了 我一会儿去医院 把学生的医药费给补上 这些钱够不够啊 医药费应该差不多 但卫生局 卫生局发多少我就不知道了 别着急 我们再慢慢想办法 向东 我想问你件事 好 你说 你看 好儿现在也度过危险期了 你打算什么时候 让苏扬和他相认呢 最近家里发生太多事了 再还我吧 你别误会 我没有别的意思 我想这刚好是个机会 让苏扬为好儿多做一点 让他们的感情再拉近一点 到时候接受起来也更容易一些 我知道你是好意 千雅 我总觉得中毒这个事啊 没那么简单 我总觉得中毒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是猜测 我只是猜测 但没有证据 没有证据 那我先去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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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哎 等等 路上记得买点吃的 别饿着 你们看 你看这大孔子 这一看就是硬武划破的 老孙安 你这土豆是不是让人动手球啊 这哪个王八蛋干的呀 门过哪个王八蛋干的 同志 就凭这个就能立案吗 不好说 得去警察局问问 老孙你想想 这土豆掉了以后 还有什么可疑的事情发生吗 想不起来了 那你怎么知道土豆掉了呢 这 哥们儿 土豆掉了 那天有一 留燕尾头的小伙子 他提醒了我一下 燕尾头 会不是他干的 他只是路过的呀 你再想想 除了留燕尾头的 还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过没有 这 老孙 你别着急啊 反正就这两天的事 你再好好想一想 妈妈 哎 过来玩玩 嗯 好 好 文文 明天开始啊 妈妈要去 郑叔叔家帮起天王 你呢 放学之后 就去郑叔叔家找我 然后 我们两个一起回家 好不好 嗯 嗯 秦亚姐 哎 这是给郑好和阿姨准备的吗 嗯 对 那我送过去吧 你去上班吧 好 刚好我来不及了 那我就先走了 哎 嗯 事情怎么样了 昨天卫生局查完了 今天教育局又要查 那向东呢 还没查完呢 工商工安还有好几趟 营业执照肯定是被吊销了 接下来该怎么处罚还不知道呢 苏杨 你看 我们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和向东都脱不开身 真的是辛苦你了 你太客气了 都是我应该做的 要不 咱们把文文接过来 晚上你就别过去了 来来回回这么跑 太耽误时间 不行不行 真不行 不用了不用了 我是说真的 你看你早上给文文做饭 完了还要跑过来帮我们的忙 跑来跑去太麻烦 妈这几天不是住院了吗 家里刚好空出一间房 就先这么着了啊 我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 哎 这段安可烦 不及了 把学生食堂承包给他的账 这时我们管不着 可赚钱也不能这么赚呢 就是啊 拿巴里牙的葡萄给孩子们吃 缺不缺得 缺不缺的 大家不要闹 跟我说 学校会妥善处理这件事情的 这件事不是你们想象的那样 郑向东在承包学生餐的时候呢 跟孙校长还不是夫妻 你们不要把两极吃混们一谈嘛 另外呢 学生的医疗费 由学校和那个兄弟餐馆来承担 不用你们花一分钱 当然不能让我出钱 平时不能让我出钱 不能让我出钱 不要这么激动好不好啊 赵学长赶紧出来 赵学长赶紧出来 对 赵学长赶紧出来 这件事你一定会解决的 你们不要这么激动 什么意思 我现在手上只有这么多了 先拿着用 你有个思想准备 这个家 可能要面临一个巨大的困难 得赶紧想办法筹钱 钱呢 钱 你说没这钱 现在连个事都出不起 卫生局说没说 得罚多少钱啊 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不过负责这个案子的人说 怎么也得五六万 医药费 赔偿 罚款 全加起来 没有十万 估计下不来 别着急 我们慢慢想办法 你那边怎么样 我 教育局说 把善后的事情处理完 家长的情绪平复 孩子们的赔偿金 等一切处理妥当之后 再决定给我什么样的处罚 千耀 我把你连累了 没事儿 说不定不会那么严重的 妈呀 好 苏杨 都这么晚了 你又刚抽过血 这么来来回回太折腾了 你就听我的今天住这儿吧 向东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他嘴上不说 他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吗 好 这么早就起来了 好 我睡不着 你这白天还一天的事呢 多睡一会儿吧 等早饭做好了 我叫你们 没事儿 我来吧 如此绚烂让人捉摸不定 一个人 两桌心情 一场梦 梦了游戏 我就像风吹过那片舞皮 没有重量就像一道 这两天 我跟千雅 要配合各部门的调查 家里的事 还得麻烦你多费心 我爸走之前 不也是你和一婷忙前忙后的吗 你花了不少钱 你就当时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怀一下你这个人情吧 希望我不会醒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拥抱一颗流星 却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醒 希望我不会醒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希望我不会醒 带你看城市最遥远的你 来 苏庸 我拿个报纸垫一下 来来来 苏庸 我来吧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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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雅姐 起床了 早餐做好了 过来吃饭吧 嗯 来来 好 我给你盛 来 千雅 哎 千雅 怎么了 头疼 我去给你拿药去 不用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老毛病了 偏头疼 一阵一阵的 一会儿就好 快点吃饭吧 对 先吃饭 来 向东 你们觉不觉得 这个中毒事件 前前后后都很蹊跷啊 你看 要是没有千雅姐的帮忙 我就拿不到文文的监护权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四目男来说 肯定是一个很大的刺激 以他的心胸 绝对不会轻易就算了 向东也怀疑过 不过仅仅只是怀疑啊 那你们从那个菜贩子嘴里 有没有得到一些别的消息啊 那个菜贩子说 是一个流着燕尾头的小伙子 提醒了他 当我检查了那个麻袋 确实像是被刀划过他 燕尾头 想学俩什么款式的服装 我就随便看看 你见过这个人吗 我想起来了 那就没错了 跟在我服装店划破衣服的 是同一个人 就这些吗 就这些 够立案的了吗 如果四孟男回来 我们会跟他了解情况 但是 目前也没有太多证据证明 这事就跟他有关系 警察同志 我们要是有足够的证据 就上法庭了 就不用来这报案了 仅凭这点怀疑 目前还不够 看来 咱们只能想想别的办法了 麻烦你了 这六万块钱 一点余地都没有吗 可以宽限半年 陆续还 可是咱们多长时间 才能弄到六万块钱呀 现在照相馆的生意 也不如以前了 只有找到四孟男 才能有办法 公安局没有立案 咱们光怀疑没有用啊 走一步看一步吧 四华 怎么样 哥 这事你别怪兄弟啊 兄弟是真帮不了你 为什么呀 我们整个公司 和四孟男 是捆在一起的 我们公司让四孟男 抵押给银行了 他手里还掌握着财务报表 和纳税记录 我们都是有股份的 不但我们不能出事 还得保证他不能出一点差错 不然我们全舍进去 没事 四华 这回给你添麻烦了 对不起啊 赵科长 来来来 孙小长 我找你有点事 坐坐坐啊 过来 坐吧 孙小长 这次这件事情 闹得太大了 你看看啊 都上了报纸了 还有省电视台的 局里和市里啊 这次压力非常的大呀 所以这次局里呢 给出的意见是 其实也不是局里的意见 市里的意见是 你不适合继续在 教育岗位上工作了 他们 准备把我调到什么岗位上去啊 嗯 没关系赵科长 您就实话实说吧 局里的意见呢 不 市里做出了 开除你公职的局里 其实啊 其实局里还是想保你的 尤其是方局长 一直非常的器重你 可是啊 这件事情 市里都专门开了会议 江市长态度非常的强硬啊 所以这话说得也重了些 这都在报纸上了 也好 算是我给大家一个交代吧 好 在这儿呢 接着 这儿 来 好 再来 快点 接着 干我的 干我的 来 天啊 倩阳 想哭就哭吧 别别的 我正想能这辈子欠你太多了 害你临了婚 害你被学校开除公职 还背负着一个没结过婚 就生了一个孩子的名声 还不能成亲 只要有我在 麻烦 困难 就一直陪着你 我正想等这辈子 没欠过谁 就只欠你 而且 永远还不清 秦娅姐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 这件事情完全都是因为我跟文文才引起的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文文的事本来就该我管 我倒是担心 你跟四母男还有婚姻关系 你说这样下去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现在让四母男自己露面肯定是不可能了 他也不敢 我们必须得想个办法把他给逼出来 只有揪到那个下毒的凶手 郑家这一难关才能过去 这怎么揪啊 四母男现在肯定是带着那个下手的人一起走了 只要能把他逼回深江 我们就有机会 一条路 曲折不平 一场爱 一场爱 忽远忽近 你就像黎明前 那颗流星 如此绚烂 让人捉摸不定 一个人 两桌心起 一场梦 梦了游戏 我就像风吹过 那片腹皮 没有重量 没有重量就像一道尖利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拥抱一颗流星 只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拥抱一颗流星 却希望得到永恒的光明 最遥远的你 是我最近的心情 希望我不会心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希望我不会心 带你看城市最美的风景 在你身边 最遥远的你 之前的心情 都可能不会心 是你的风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